在上個禮拜六貼了一篇臉書貼文 跟桃園的鄉親 甚至全國關心我的朋友 關心桃園朋友道歉 有人問我說你為什麼要道歉 因為前面的作業我並沒有涉入 我覺得不是這樣講 我覺得這就像打一場球賽 那個下半場進場的人 除了要把下半場打成不要輸以外 還要設法把上半場一些不圓滿失分 盡量彌補回來 才能讓整個球賽能夠有得勝的希望 那麼我的確也是給朱主席製造一些困擾 因為我答應他出來接受徵召的時間 相當的晚 就在上禮拜中常會徵召 前沒幾天我才答應 我為什麼會考慮到那麼晚才決定 是因為知道說 如果一旦答應下去 選舉過程的挑戰 還有如果順利當選的四年八年 將來的日子都非常的辛苦 每天從早到晚要替桃園的鄉親打拼 非常的辛苦 另外一方面我又想到我跟桃園的感情 我想上次已經跟大家報告過 我在桃園曾經工作了十二年 雖然那是以前的事但是我跟桃園的感情從此結下不解之緣 我對桃園到現在還有一份非常深的感情 這兩個因素全衡之下讓我想了很久 最後我決定沒有關係我就是要為桃園打拼 因為上次也跟大家報告改變台灣從改變桃園開始 所以我後來覺得說一定要投下去 在我這個這麼多年的這個企業界經驗政府經驗以後 能夠把我這些經驗用到桃園回饋我們桃園的鄉親 所以這個先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我要道歉 因為我覺得我對於公布的時機是有一些責任 但是呢背後也跟大家講說 桃園的感情跟將來面臨的比較辛苦的日子 權衡之下決定投入 第二跟大家報告 這一個禮拜不到我都在做什麼 其實各位也可以看到 我已經開始做一些基本的拜會 同時我也組了一個桃園市政顧問團 包括前政務委政務官還有很多 還有一些這個熟悉桃園地方狀況的朋友 現在還在陸續邀約之中 所以過去從禮拜三徵召到現在 一分一秒也沒閒下來 第三 面對現在地方上的這些反應 其實不瞞各位講 我這個禮拜無時不刻的一直在想說 怎麼樣打造一個更好桃園 尤其桃園很多新移入的年輕人 怎麼樣替他們創造更好的機會 其實我有很多很多想法 如果能夠順利當選 我相信桃園的鄉親不會對我失望 可是要能夠當選 其實地方的團結非常非常重要 府會還有桃園選出的立委 絕對是三方面是一家 一條船上面上次在這個生召後面我講的 一條船上面的生命共同體的確是這個樣子 所以地方的團結覺得非常重要 從地方選出的立委 幾位立委 地方議會的議長 以至於現在在桃園在走透透的羅志強 其實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 那麼他們如果能夠頂利相助 我們就有機會贏得選舉 一起來打造一個更好的桃園 所以這個是我要在這邊特別呼籲 就是說我們這些地方的朋友 我們應該真的是一起來打拼 那麼一起打拼的前提 道歉是開始但不是全部 我即刻希望就是明天就要開始去拜會議長 與議林委員還有在走路的羅志強先生 我相信說以我的誠意能夠打動他們 讓他們覺得說過去的已經過去 希望將來真的是一個團隊 好好的為桃園的未來來打拼 謝謝大家